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珍小玉 欢迎回到五间总结的环节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 上午的市况 见到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半日收市升52点 报3568点 深证城指升244点 报12755点 护心300升63点 报3748点 恒指临近修市暂时的股价 暂时的指数是21904点 升201点 国企指数9714点 升175点 大市成交442亿 这位嘉宾请来妖赛政权事务总监郭尔 郭诗志先生在我们的旁边 郭尔你好 郭尔先跟你讲一讲大市 见到恒指重拾在十天线之上 但见到大市成交是继续偏弱 半日来讲暂时都是四百多亿左右 加上12月就是传统的淡季 是否未来的恒指都难以再有一些太大的突破 12月份淡静是很正常的 因为下个礼拜都是聖诞 很快都过年了 基金经理都放假 如果你没有美国的意识 或者利率的加息因素 其实整个十月份的市场 根本上没有什么看头 大方向都不知道 就是一个反复代变的格局 但有点大家要留意到 指数就算在今个月有略大反复也好 始终都是在21,000点座的水平 没有进一步下滑 今天就有一个上升 连同昨天计算 直到现在一分钟 市是连升了两天 在走势方面 有点减定了的感觉 九年跌之后 升了两天 大致上已经漸漸摆脱了 进一步下市低位的威胁 不过这样 昨天六百多亿成交 今天我想会多些 因为到现在有四百多亿 但是相对整个大市 你要有一个充高的感觉 其实成交金額也是不够的 况且不算今天再来 到月底 都还有很多个交易天 应该有七个交易天是全日的 两个交易天是半日的 中间存在的变数 我相信也存在 不过当不知 如果没有突然间的利淡因素 没有任何的冲击 我想市况 会在十天线左 慢慢慢慢徘徊 今个月到底是 可不可以升多些 还是再次低位 其实我觉得不重要 除非一些 今天买的 明天书赢 我也要计算的 他就会觉得 未来市场怎么走 是比较关键 尤其是牛熊镇或旗子 相关的衍生工具炒作 但我比较注重的是 以现在大约21,000点到22,000点 如果在这个水平 过渡到一月份 一月份和下年度 第一季股市的表现 到底是怎样 这个才是关键 美国的加息程序 已经是启动了 亦都很清晰 这些市场加完之后 下一次加 可能是明天3月或4月 或是迟些 暂时来说 不会有相关的问题 况且市场流动性资金 仍然是很多 就算加了4分1利息 利息率仍然是低的 联邦基金利率 都是0-0.25利 其实市场 早前的不明 就是一直在等这件事 到这件事 已经明朗了 大家就不会受到 相关的因素所困擾 不过 接近年底 是不是有一轮 新的部署马上要来 我看都未必 所以最快最快 都要过了这个新年 大家才有明确的形态 和市况 让我看得到 好 那跟郭Sir讲一些 焦点板块之前 先跟大家跟进 一下南筹股的最新造价 汇控升 百分之夜报 61.45 中国移动升 挨近百分之一 报90.05 建刊升超过百分之一 挨近百分之二 报5.34 公刊升百分之三 报4.7 中刊升百分之二 报3.47 港交所升百分之一 报201 中国人寿升百分之二 报25.85 油邦保险升百分之一 报46.9 腾讯母升跌 报151.6 金沙中国升百分之四 报26.4 长华跌百分之一 报101.6 新鸿基地产升百分之一 报95.15 九龙仓母升跌 报12.3 中国海岸升百分之一 报26.5 华润置地升百分之二 报22.25 中海油跌百分之二 中石油跌百分之二 中石化升百分之一 报4.7.3 坤能链系铁岸报6.53 中国神华升百分之一 报11.7.8 另外再和郭sir讲一讲 一些铁路股的消息 看到法改委昨天公布了第二批 1488个PPP 即是公司合言推介的项目 总投资是2.26万亿元人民币 铁路基建股今早就跑出 中铁来说暂时报6.1 升幅超过5% 11.86的中国铁建 亦报10.26 升幅同样超过5% 中国中车系列升跨近百分之二 报9.67 中国交通建设报8.1 白升幅跨近百分之一 四只股份都是跑赢大市的 有国策的支持 未来前景是否都会相当不错 保守少少少 有国策支持的股份 其实来说一定会 轻轻跑赢大市 如果比较今年三四月份 更加不得了 因为市场气氛够壮 但现在有国策相关股份扶持 市场的反应好像只是一般 为何呢 因为内地要维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 大家知道一定是靠基础建设 和靠房建 基础建设那边 不加上一路一带等等的概念 其实市场一路都认为是可以看好 但是经过这一轮股市的下跌 相关的概念 再不能够有提振的效应 大家看到好像中铁中铁建 或者中交建股价 都是反复略为大远 甚至乎一路看得比较好的 中车蓝车时代股价都看到反复的 至于房建那边好来好去都只有几个 最标青当然是2202 那个是万科 但其他的很多内房股 都是储有波幅无声幅 要提到一点就是 有政策扶持的板块 走势的表现是会强于大市 好像汽车工业做如是 吉利的股价不是一直咬着高台吗 但是你说会不会有太大的浪花 老实说市场这么淡静 我相信都不会了 还有整体6%以上的增长 是基建于什么呢 是政策 但问题现在内地的GDP 一年的GDP 是说的是10万亿美金 这个基数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么高基数之下 你再要1.6%的增长 其实又有很大很大很大的难度了 明白了 再和郭sir讲一讲 昨天外围的最大消息 真的离不开就是美国加息 美国加息宣布加四分一 利好银行股渣打跌了这么多日后 今天就看到有一个反弹 从上60元的水平 今天的升幅超过7% 暂时来说 看到汇控也升了百分之二 东亚银行更加升百分之四 大新银行也升百分之三 其实加息市场大家都预期了 加上四分一来都不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数字 股份是不是都是借消息 彈上来的 加息的部分 其实大家知道不会快 不过到底加还是不加 大家在等着 现在最终是加了 其实市场一早消化了 所以没有太大影响 其实加四分一利息 第一不影响流动性 第二也不影响财务的负担 经过这么多年利率 超低的利率 现在正式摆脱了持续低息的周期 即使是这样 未来的加息部分 在头一轮都不会急 可能一年都是加两次或者三次 不会太明显的 况且流动性也相对比较充裕 所以对市况的影响 我觉得暂时来说 应该都不会太大 好的 我们再跟着半日 银行股的收市造价 汇控升百分之二部 六十一个四毫半 渣打升百分之七部 六十一元零五仙 中银香港升百分之二部 二十三个六 东亚银行升百分之四 部二十七个六毫半 恒新银行升百分之一 部一百四十五个半 大新银行升百分之三 部十三个七号八 创兴银行升 埃金百分之一 部十五个八号二 大新金融升百分之三 部三十七个六毫半 大众金融靠运部三个六号二 恒指半日收市报二万一千九百零六点 升二百零五点 国企指数九千七百一十二点 升一百七十三点 大市成交四百四十六亿 而在恒指成份股当中 今天升得最强的 有东银行升幅超过百分之四 紧随其后有金沙中国升幅 买近百分之四 第三位是华人电力升幅 买近百分之三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郭叔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没有持有? 是没有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